就在台非关心紧张 引爆了网军大战之后 国党局的电子公文又被骇客入侵了 政府机关还有学校是纷纷的中招 尤其骇客这次是抓到了关键苏纽 是精心设计的入侵 骇客可以随时的主动复制交换档案 因此影响的程度非常的大 不过政院方面是表示 目前的机密公文仍然是透过纸本传送的 电子公文交换系统处理的都是一般公文 所以机密公文是没有外流出去 然后有一种型机密公文 就是这个机程的电子公文 我们开始够接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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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并述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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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有视频的